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红搭就觉得好像还不赖 好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收在8067 但是量好小 只有624亿元 只是今天在盘面上的气氛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OTC涨很多 然后有涨所谓的小英概念股 生计 太阳能 绿能 然后什么军工概念 那都是小英的政策加持概念股 那到底接下来这个大盘要怎么看 其实也不会太困难 这个礼拜 我上个礼拜五跟各位讲过 上个礼拜 这个礼拜因为季先的周扣率比较低 所以理论上上个礼拜应该是一个反弹盘 但是该谈不谈 就是表示上个礼拜预先反映这个礼拜的事实 因为5月20号就是我们的小英总统要手码上任 所以上个礼拜就先紧张 那这礼拜就不需要紧张 因为这礼拜照理讲季先周扣率比较高 那比较高的话会比较不利反弹 但是刚好都要得逃病 刚好相反 那我是个人认为 我们比较不喜欢谈政治 可是如果按照我个人的观察 这个礼拜会反弹 因为 大家也不要看不起小英 毕竟投给他的人也不少 那我已经讲过 因为我不喜欢讲政治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不管你投给谁 这是我们的国家 最后你还是要承认这个总统 如果你不承认他 你后面四年你会痛苦四年 你知道我意思吗 人生要活快乐一点 就是包容 包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是提供给各位一些喜欢用政治去做股票的人 提供给你们一个参考 千万不要意气用事 千万不要意气用事 那我们从大台北股市来看 季先的周扣率比较高 所以他一直要扣率到六月底 都是高值 所以中线的季先 季先向下弯 不会改变 从上个礼拜大台北股市 季先弯头向下为中空 那短空从4月6号开始 我跟各位讲 短空已经走一个多月了 短空就是二十四金线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 那如果从OTC来看 OTC从上上礼拜就已经季先扭转向下 所以OTC上个礼拜也跌了比较多 上个礼拜如果以周K线来看 上个礼拜跌比较多 但是OTC指数他已经领跌 他已经跌到了115.73 上面一点点到117 那115.73就是7627 所以OTC指数他会领先反弹 其实是他就是一个领先指标 那么换句话说大台北股市 他会跟OTC一样 也开始会走反弹 那为什么 还要建立一个重要观点 就是你要注意听 我们是研究美国股市的 我非常重视这一块 美国股市的四大指数 现在目前来讲 我们要看的是四大指数的一个季线做扣底值 它是扣底低值 因此美国股市短时间 在一两个礼拜时间 只要没有发生什么特别恐怖的一些事情 美国股市它的季线不会往下弯 所以美国股市的中多 按照季线的做扣底值来看 它是扣底低 中多不变 所以美国股市基本上它还是个整理盘 它是涨多回档 例如像道雄市回档第三个礼拜 那Sox指数跟我们台北股市比较 关系度比较大 因为台积电在里面挂牌 那如果以费城半导体来讲的话 它是反弹上去 然后现在目前整理到第六周 那所以整个时间上来讲 刚好这礼拜出现了转折周 13个礼拜变盘转折周 如果是周K线来看的话 周K线来看的话 那从它的扣底值来看的话 它也不是一个中空 那当然短线来讲都是短空 短线我讲过 主要月线向下就短空 那台北股市它是一个 这个是短空中空 我们现在已经是中空 不是短空而已 是中空 可怕的是中空 那连线向下 那就是长空 连线本来就向下 已经不晓得向下多久 连线了 所以我也很少跟各位谈这个 表示说未来台北股市 7627跟7203是没有任何参考意义的 我这边都讲过了 都没有都讲过了 那老师这样讲的话 是不是我们要天天放空 然后就现在把股票卖掉 不是 我现在讲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一个空头市场 它会反弹再跌 对不对 一个多头市场叫 涨都回挡 叫拉回找买点 涨都回挡 涨都回挡跟反弹再跌 那个是刚好相反的 我几个一些例子来看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喜欢做强势股 那什么叫强势股 8464这个叫强势股 8464这个逸峰叫强势股 对不对 它是涨都拉回 你买进再过高 这个叫一直趋势向上 它的涨向跟大台北股市是不一样 对不对 这个叫多头 那如果说要做多 当然是要选择多头的股票 这个我教过各位 对不对 那有些空头股票的一个反弹 是建立在付贷管理过大 那个要有技巧的 那例如像在奖金党股票 就我在上个礼拜 已经卖掉了3596的治愈 这张股票 3596的治愈 这张股票我41块那天回测 第二拐点上升季 先第二拐点买进 出现第一红 破晓最大红 上去我们大概50块多 我们就卖掉 那今天要继续创新高 对不对 那至于创新高 我们卖了就不会再 说我们还有 我们没有那么不要脸 不会像某些老师 卖了以后还拿出来讲 我们不会这样 比如说他过了高点 那我们卖了就卖了 那他趋势是不是向上一直走 他是一个多头 对不对 这个就是多头的股票 那什么叫空头股票 你有像我们今天涨天板的8431 8431这个会状科 他就是空头 他是空头股票 但是空头股票会不会一直 天天跌 不会 他就是 所以为什么说股票市场 如果灌破了下降趋势 要马上卖掉 像这个会状科 你早就应该在月线扭转向下 4月初就要卖掉 不是今天才月线向下 是4月初就早要卖掉 对不对 我都教过各位嘛 就好像宏达电 现在目前大家争议宏达电 要买要卖 宏达电 我们看一下宏达电 宏达电之前136块半 跌不到110块 他月线扭转向下就应该卖掉 110块是最晚的卖点 宏达电 那现在都是走一个跌身反弹 是空投式的反弹 那空投式也会反弹 就像会状科会反弹 宏达电会反弹一样 那你应该等到反弹 到了下降的月线 或者是下降时日线 再来处理 这个就是空投市场的操作方法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问我 老师我现在要不要卖股票 我说你要卖股票 早就应该卖股票了 不是今天问我要不要卖股票 我如果说 因为1600档股票 丁超不可能告诉你 每一档股票都有机会反弹 也许有些股票 根本在补跌 也没有机会反弹 但是大盘会反弹 就是80%的股票 就会反弹 还有20%的股票 不会反弹 但是不可能一档 1600档股票 我这边都可以跟你讲到 不可能这样子 所以你自己要 检视你手上的股票 到底涨向是怎样 对不对 这没有问题吧 那大盘会不会反弹 我刚已经讲过 大盘会反弹 会反弹 那很多人会说 大盘反弹 那我应该怎么说 大盘反弹 你有两个做法 第一个就是 很多投资朋友 股票没有卖 对不对 可能在万点九千点 我之前四月二十几号 叫你赶快卖掉 反锁空 你也都没有做 那已经错过了机会 对不对 那还有没有下一次机会 当然有 那你如果都没有卖的人 我建议 你不要强反弹 因为我说的比较 难听话 一句话 你根本没有资格 因为 你做错的事情 不要再 自己增加自己的麻烦 不要摊平 你只要做错的事情 你就是罚站 你不能摊平 那反弹是谁在玩的 我这种人在玩的 因为我们有卖 还有放空 我们有卖掉 还加放空 那回补之后 我们当然有钱 来买进 我们不要说抢反弹 抢反弹好像每一个人都说 好像抢反弹很奇怪 其实股票本来就是这样做 我们现在来买进股票 那我们 因为我们是 有卖股票 有放空 当然可以买回来 对不对 先卖再买买更多 这是两种做法 所以投资品大部分都没有卖掉的话 我欠你 你都一直保持空手 等到 你就是握着股票 没有办法了 对不对 那等到我说 反弹结束 力道受阻 然后赶快把股票卖掉 反手放空 就叫反手放空 我们不是只有卖 我们到时候还要再放空下去 因为一定会破盘的 那现在会不会跌破呢 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讲过 7999.98 这个 这些数字有意思 我在礼拜五 看到它跌破8000 怎么会 7999.98 怎么会刚好在那边就停住 对 一秒钟 瞬间好像整个世界 时间停摆 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投资朋友 看到8000点就抽单吧 不可能 不会马上 我不要啦 不要卖了抽单 对不对 我是觉得说 那是不是用写上去的 真的 用手写 你了解 用电脑算是不算的 这样 用手写 我是觉得 可能 我不能说一定是 是不是用人 用写 像古时候用手写 干脆给他写 也不要写8000 太敏感 对不对 就写 7999.9 本来要写99 后来改为98 怪怪的 对不对 89一点 那我在暗示你什么 我说你不要用政治去考虑这个盘 对不对 那我是说 总统 新总统是新气象 每一个人都希望国家好 过去的8年 过去的16年 不管谁对谁错 都已经过去了 那两个男人也要退位了 接下来你能当家 就给他一个机会 不管你有没有投给他 我都希望你心然接受 这个国家的新领导 你才会快乐的接下来 对不对 那一个国家的一个新总统 要上任了 那在520之前 已经有先跌了 其实也是交代这个跌势了 对不对 那也不是因为520之前才会跌 是因为美国股市修正 我之前都一直没有讲政治 我说因为520 因为美国股市刚好在修正 所以我们也跌 对不对 那因为也是因为我们7 1月份 我们今年的1月份 2月份 全世界股市都在破底 年到穷 日Niket 或者是DAX的30 这个德国指数 全部都破队 都是跌破了去年8月份的低点 那我们台北股市 我们就比较强壮 我们就守在7627 就不跌破7203 那时候当初早就应该灌破7203 但是就是为了某一些因素 可能要选举 或者选举之后 对不对 所以就硬撑 硬撑最后就还给人家 还给人家 所以现在目前台北股市跌了比较多 其实就要还这个市场 那我也讲过 外资热钱哪里就会退 外资会卖股票 那是一定百分之1万 我已经讲过了 这个叫热钱 2月3月4月那时候的买超2500亿 它最后还还给市场的 一定会退的 百分之1万 我已经跟你讲过 就是你要听我的话 外资器既然炒会了 那炒会就让新台币 从33.838升值到32.154 最近又扁到32.7 你要注意新台币是不是扁破33块 那个地方才会变成恐慌 那如果还没有扁破以后 你不用紧张 因为现在目前美元在升值 日元在贬值 德元在欧元在贬值 大家都知道 这个只是汇率上的一个变动 不要那么紧张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我个人的判断就认为说 这个盘市跌了800多点 你要卖不要卖在这里 那为什么我这边不是在恳求各位 我其实我根本不需要这么幸福 讲解盘不那么幸福 我可以学别人来讲 一直恐吓你说 帮忙啦 不要抢反弹啦 反弹要赶快卖啦 比较快的 我告诉你 当老师都是孤独的 当四月底的时候 我在这边发布预警 那时候8743 我也是很孤独 我压力也是很大 我说叫你卖股票 要放空 可是那时候每一个人都怎么跟你讲 可是现在目前来讲 我变得非常的孤独 我已经孤独习惯了 我说我在这个市场里面 其实也不是孤独习惯 我有很多投资朋友在陪伴我 我的会员还有你们 我是奉劝你们 听我一句劝 做对的事情 你去做对的事情 不要害怕 如果我盯超判断错误 我一定会告诉你 你未来要怎么做 我也不会什么事情都不管你 可是在这个节骨眼 我怎么看 我都认为会先反弹 那反弹我不是说回升 所谓反弹就是一个空投市场的反弹 那今天台北股市开低 走低之后 当然有稍微涨一点 对不对 那大家很多放空的人 就会加空下去 就在八千点 他认为会 小英当总统会崩盘 他认为会这样 他就是看不起他 那在八千点去放空 甚至上个礼拜五 去空八千点指数起货 还是今天 一定会流长 这些空单一定会流长 其实这个就是市场的目的 要右空 要右短空进来 因为我们从摩台子来看的话 未平章合约连续性的下降 而且目前来看的话 我再怎么看 而且投信的一些避险单 已经慢慢的回补 剩下一万九千口 外资又增加了一个 净多单出来之后 我觉得 这个盘市 会有极弹 只是哪一天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说 这个礼拜 看起来不错 那看起来不错 他你看 大牌的比股市到八千 那这样的八千八到八千 这掉了八百点 你反弹 这个几百点 其实也不算什么 你也不用觉得奇怪 那你反弹的时候 很多股票 随便就开始就反 涨停板 甚至两次涨停 三次涨停都有可能 那你为什么要把股票 卖在这里呢 为什么要卖在这里呢 不是就是很可惜吗 那我也跟各位讲 我做什么股票 对不对 我在一样 一样是做些股票 我都公开愿意 跟你讲 就是3081的联雅光 对不对 这张股票 我们买在平盘 402块左右 就那一天 那一天的是 5月13号那一天 对不对 那我公开跟你讲 我们就买这个价位 而且以前也没有买 你也知道 那你要验证我做 对不对 就是很公平的 你要验证我对不对 如果我错 我会怎么处理 我都会讲得很清楚 现在问题来讲 很多高价股都打折给我 我为什么不要 是不是 而且基本上我也不想讲 因为你都知道就好了 对不对 赚两个股本 还有核大 1536的核大 这样股票你看 也是从 很高 17几块掉下来 那我136块买都买得到 是不是 那上个礼拜 我还不错 那今天平盘 那也可以 我也不会要求 他马上涨平盘给我 但是我们持续 我们是持续看不错 核大也不用再解释 对不对 那另外这个操纵 那天股票那天买 那天就比较不错 那天就马上一个涨停板 早上就买了 那涨停板那天 涨停板对吧 今天收盘小跌 没关系 105块 106块买的 涨停板 现在又跌下一点点 没有关系 我不是都这样跟你讲 你看这 还有一点就是可乘 可乘 我不是跟你讲 也是从 两三百块掉下来 到26.5那一天 我去买 他这几天一直混 一直混 现在215 我也是爆了 停损点 我们就设到201块 那为什么不能买 我们买206块半的时候 我当天就跟你讲 停损点设201块 那有跌破吗 没有跌破我干嘛走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鹰派的一个做法 所以我告诉各位就是说 这个盘势会反弹 那我们先把时间交换给主播 好非常谢谢丁昌老师 那么更多的一些 个股的操作 我们收写一下 马上回来 万通国际 战胜股市 服务至上 掌握趋势 先买再卖 多方空方 皆是盈方 万通国际 为您把关 创造财富 远离风险 万通国际 唯一首选 服务专线 027725 9668 7725 9668 21 21 gives me a global coverage 21世纪不动产 全球最大防重品牌 用心深耕台湾 21世纪不动产 全球最大防重品牌 用心深耕台湾 21世纪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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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最大防重品牌 用心深耕台湾 2500万男士 改用旋转刀头科技 你呢 几列 世界八大奇迹降临台湾 全球破译人次 疯狂朝圣 故宫国务院 攀博巨献 秦勇 秦文化与兵马俑特展 见证千古传奇 十亿电量艺术新生 和我们分享梦想 让我们分担烦恼 把您的老问题新创意 和全球扩展计划 交给UPS 我们不仅能帮您 推动业务发展 更能连接全球网络 220个国家地区 40万名专业团队 提供最佳解决之道 让我们一起创造 无限可能 跨越全球 创新优势 带你到值得努力的未来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小心 黑灯是太高了 你太高了 我愿意吃 别说了 我愿意 不是 我愿意吃 喝水不够 喝品就行 Vin是补水专家 全世界都知道 Vin健康补给饮料 欢迎回来 丁超老师 长期在关注NBA的赛事 除了帮我们掌握一下 台股的脉动之外 你还要聊什么 NBA 我是行家 我跟你讲 像暴龙 这一次赢过热火 很多人认为说 跌破远镜 认为暴龙不会赢 我就觉得 你不要偏见 为什么 因为我从那个热火 自从LBAM Jones 离开以后 剩下都因为 一个人独撑大局 已经是 落了半天边了 何况他又最近 记录季后赛 那个 White Sight 他又受伤 他们里面的一个中锋受伤 所以我怎么看 都是暴龙 他比较有机会 所以我当初就议策 很多人都 还有这之前那一场雷霆 人家认为说 雷霆在Kevin Duran 跟这个West Book 我非常喜欢Kevin Duran 我的球鞋都买 他的Kevin Duran 真的 那Kevin Duran 他很多人认为说 马赛一定会赢过Kevin Duran 雷霆 但是我一直评估不会 因为马赛虽然我们非常喜欢 Tim Duncan Ginobly 我非常喜欢这些球员 可是我毕竟还有最喜欢的 所以我认为 我给他做一个结论 东区的决赛 骑士 克里夫人骑士 热火队 Leveline Jens 将在五场之内 很少暴龙 可能市场全部很少 虽然暴龙很厉害 但是他会被Leveline Jens很少 因为今年的Leveline Jens 跟去年不一样 因为今年 加上Kevin Duran 还有就是Erin 他们去年这个时候 几乎是还都受伤 但是现在目前 大家很健康很成熟 所以他经过了长时间休息之后 将很少 顶多是打到第五场 顶多赢一场 就是暴龙队赢一场 那西区来讲的话 当然是勇士跟雷霆 但是勇士会打得很辛苦 你别想很少 他们很多人都很喜欢 这个Steven Curry 我不是不喜欢他 因为我有 比我有更喜欢的 还有几乎是 还有Kevin Duran 所以我当然不希望勇士拿冠军 这是我个人的私心 所以我当然认为说 不管勇士 他用几场赢过雷霆 我认为还是会赢 但是他一样碰到的Bam Jens 还是会被赢掉 所以我认为今年会演出 跟去年不一样 因为去年勇士跟 这个骑士 最后是四比二 但是今年我想刚好反过来 所以我判断今年总冠军就是 LeBam Jens所领导的骑士队 高价股 我跟各位讲 你要做 一定要做什么 有时候要做空 要避险 这个价差很好赚 长期投资 投机 短线投机 对不对 做价差 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个价差 做这个价差 所以我常讲 你持有股票 不做任何动作 是最大的风险 所以投资面 你现在已经了解 我的用心良苦了 之前请你赶快卖股票 你们说基本面很好 都不买 问题是 他的技术面就转差了 你不先卖 就跌下来 那不是就很可惜 基本面跌下来也没变 那现在没有变 你看 基本面没有变 那我们又来买 基本面很好的股票 不是就很好吗 你看那3081的 基本面跌下来有变吗 600到400 有去变吗 没有变 都没有变 但是我为什么要买600 我就不买500 我买400 那不是就打折给我吗 2474可乘 有变吗 没有变 基本面怎么有变 没有变 为什么我要买400 我不要买300 我买200 那不是就很好吗 打折给我 我就要 这是个观念的问题 所以基本面有没有变 变这么快 没有变这么快 但是它会变 只是技术面 它会领先变 所以为什么变形 三线八卦点 非常重视技术面 所以我跟各位讲过 如果说 我不是很鼓励说 你们要做期货不期货 因为我们 我也没有再带期货会员 对不对 我以前虽然在83年 到86年在元大期货 我对期货非常内行 可是我也没有再带期货会员 我只是告诉你说 现在目前来讲 你本来就应该空谱翻桌 就很多人去放空 期货8000点左右 那我知道今天空单 跟上个礼拜的空单 一定会流畅 那流畅就是认为说 这个盘会崩盘 就看不起小鹰 那我是觉得说这样 不要买一步踩 有时候很多事情 不是你想的这样 你霸龙会赢 雷霆会赢 这也都是跌破你的眼镜 对不对 还有我跟各位讲 以后你还跌破一次眼镜 就是骑士都会赢购勇士队 你会再跌破一次眼镜 所以我说什么事情 不要一起用事 现在目前走反弹 不是我 我今天做多做空 都一定有个道理 你现在做多 手上有股票赶快来找我 我可以帮你忙 也是唯一可以帮你忙的 我不会对你落井下石 我知道你输钱 心情就不是很舒服 可是我也不是为了你 硬是要做多 我不是这种人 因为我看多我就讲多 未来我看空我就讲空 这磐势未来是一个场空 中空 没有改变 但是短线会反弹 短线反弹来讲 我们最好赚的就是这些高价格 高价格最好谈 我不会给你 价差非常大 所以你应该好好地用这个机会 没有行动就没有可能 郭台平一路讲过 可不可能不是问题 而是行动 不要光说不练 嘴巴每天在那边睡 睡都没有用 1.68 一年期 1.68 我们可以从这个 5月底 520以后开始算 都没有关系 我们不会跟各位计较这个 最重要是你要赚钱 你不要回心 不要被人家吓跑 我知道现在目前来讲 10个9个半 大家都说的房伯 说 高平 不能在清翻堂 要快卖掉 而这些人其实 在一个多月以前 他们都说 拉回找买点 那时候我说 拉回找买点 要输快一点 那现在我跟你讲 拉回找买点 要赚快一点 现在就是一个反弹波 做对的事情 做正确的事情 不要害怕 不要担心 你听我的 我说会反弹 一定有我的道理在 我绝对不是那种 硬掰硬拗 乱猜的人 我如果没有根据 我不会讲这句话 同时我也再跟各位呼吁一下 总统 520要上任的 要换总统的 不管过去的总统怎么样 都已经过去了 新的总统要赢 这新总统 国家新气象 新气象一个礼拜 这个礼拜 没有任何道理是会下跌的 所以我提供给各位做一个 常好把握 我们把声交给主播 谢谢 好 今天非常谢谢丁超老师 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